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1月20號的 古海洪洋 我是洪遜 那今天是新春特別節目 那我們今天的重點 將不會在解盤裡面 而重點在於說 我們回顧 這個2019年這個金豬年 我們這樣的操作以來 我們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然後呢這個邏輯上面呢 我們應該是用什麼樣的操作邏輯 然後可以帶領會員們 在這個這一段時間裡面 在2019年取得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首先呢 2020年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年 因為呢 古有雲嘛 以日時辰子為首 12生肖數戰頭 那這個數年的開始呢 就代表了 這個是12生肖又一次的輪迴了 那這個回到了這個鼠年的開頭的時候呢 當然你今年操作的很好 對於你未來12年的運氣來講 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幫助 那非常幸運的 我們台灣的投資朋友 你們非常的幸運 因為 2019年是金豬年 這個金豬年裡面 其實遇到了很多 國際之間的一些混亂 包括中美貿易大戰 包括美伊之間差一點就開戰了 然後甚至說呢 有很多市場上面的 紛紛勞勞的訊息很多啦 那也因為去年很亂 造就了今年呢 整個基期非常的低 所以呢 只要一點點的成長呢 就會開始進入一個 高速的一個成長的時代 所以鼠年絕對是一個 鼠前鼠到手抽筋的一年喔 可是呢 我們在操作上面請注意一點喔 因為指數呢 它已經來到12000點之上了對不對 所以呢 個股之間 它會走一個輪動輪漲的表現喔 那個股之間輪動輪漲的話 你必須要掌握一個 技術面的一個操作 我們在選股方面呢 其實它的邏輯 它是有一套邏輯在做運行的 比如像說 這是我們操作的方法 首先第一個 你一定要懂得在什麼時機點 去做選股 第二個在什麼時機點去做切入 第三個 你的退場的位置點 會是在哪邊喔 那一般的散戶決策呢 他只有看消息 看媒體看雜誌 或者是說 聽一些親朋好友的建議喔 那技術面上面 就只有追漲跟沙跌而已 那退場呢 基本上就是小賺快跑呢 可是套牢他不會放 但是一個操盤手的決策不一樣喔 你在選股方面 你會看全球的財經 你會知道大盤的趨勢 而且你要知道 市場資金的動向 這個待會我再跟大家做解釋喔 然後呢 產業的 產業跟個股之間的未來 也都必須要去掌握 時機點方面呢 我們會靠技術分析 包括最重要的均線理論 還有量價關係 金流的技價模型 這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 選股方面一個依據喔 然後呢退場方面呢 在進場前 我們就已經設定好 第一個停損的位置點在哪邊 第二個停力的點位置在哪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BIOS指標 那這些應用 待會呢 我們會一檔接著一檔 來跟大家做一下回顧喔 那見股之來嘛 從過去的一些 我們所操作的一些內容 你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這套邏輯跟方法上面的應用 其中最重要一點喔 在技術面方面 也是各位投資朋友們 你們最想要學的東西 那這個技術面方面呢 過去你們會知道 在風型操盤市有一套操作系統呢 叫做什麼 叫做建設理論對不對 但是建設理論它有些缺點 在我接手風型操盤市之後 我把這些缺點再來去做一些改良 所以呢我除了建設理論以外 我再把這個均線的部分 把它放進來 因為我認為 當資金的流向會決定 未來行情的方向在 它在哪裡對不對 所以呢這些錢 他們在買股票的時候 一段時間下來 會形成一個趨勢 然後這個趨勢呢 就會判斷出一檔股票 它的整個支撐 跟壓力的點位會是在哪邊 所以你在搭配整個 建設理論的運用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原來 股票市場裡面 它可以有一個 買起漲賣高檔的一個節奏性存在 所以呢這個最重要的均線理論呢 其中有一個人 他把它發揮的淋漓盡致 這個人叫做葛蘭幣 這張圖 我相信你在很多網路的 這個圖裡面你去搜尋 你都可以找得到 那你在搜尋葛蘭幣八大法則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葛蘭幣八大法則的圖 那這個葛蘭幣八大法則裡面 你光看這張圖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什麼 什麼這個葛蘭幣八大法則就是一個 好像股價的一個走勢圖而已啊 它能夠代表什麼呢 那是因為你沒有把這張圖 仔細的去分析清楚 你沒有把這張圖真正的 關鍵的那些內容 給它了解 當你了解完了之後 你就知道說什麼叫做 一個股票市場裡面 它的一個投資密集在哪裡哦 首先我們看這個葛蘭幣八大法則的圖 它其實它有四個買點 跟四個賣點可以 供你參考哦 但是呢你看這一張圖 你可能會覺得無薩薩 我幫你把它做一個很簡單的整理 當你把這個 簡單的這個要素 你把它背熟之後 你再來回頭看這張圖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原來股票市場的運作原理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首先 葛蘭幣八大法則這張圖 它有三個使用要點請你一定要把它記清楚 第一個 均線的上揚跟下彎代表趨勢的方向 第二個 當股價跟均線的乖離過大 它一定會做收斂 第三 你要放棄買在絕對低點 跟賣在絕對高點的想法 當你把這三個要件把它備熟之後 其實葛蘭幣八大法則的圖 基本上你就已經學會了 你說 這有這麼簡單嗎 真的我來帶你看一遍哦 首先葛蘭幣八大法則 它有告訴我說 整個台北股票市場 不管是任何的股價都一樣 它會有四個買點跟四個賣點對不對 所以呢 一二三 包括第四個地方 這個地方都是買點 然後賣點在哪裡 在它超漲的位置點上面 都是一個賣點哦 那簡單來說我剛剛講的 均線操作理論第一條原則 叫做均線的上揚跟下彎 代表趨勢的方向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在挑選股票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住一點 當我的股價呢 是上揚的時候 當我的均線是上揚的時候 你要做多 當我的均線是下彎的時候 你要放空 所以呢 我現在的均線呢 就代表一個支撐的力道對不對 那最好的買點叫做 均線從原本下彎 開始轉為上揚的時候 從下彎開始轉為上揚的時候 但是這種下彎轉為上揚 這個買點是最難去評估的 所以呢 你當你要買到這個轉折點的時候 基本上不太容易啦 因為它會跟這裡很像 跟這個假突破的位置點上面 是非常像的哦 所以呢 你只要掌握到均線上揚的 第二個買點叫做 出聲段回撤的買點就好了 這個買點呢 基本上你不要去碰它 你買出聲段拉回的買點 而且我的均線 還是上揚位置的時候 強勢股買短線上落實的時候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操作 可以取得一個高勝率的原因 所以呢很簡單 均線是上揚的 拉回測試支撐 你站在買方 然後呢 當我未來呢 均線開始走強 我股價開始走強的時候 它一定會出現一個操漲 操漲的位置點呢 就是所謂 乖離率過高的地方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BIOS創新高的位置 所以呢當我的股價呢 開始沿著均線開始走強對不對 那我在走強的過程當中 它一定會跟乖離 一定會跟均線產生一個 乖離的位置 那這個乖離過大 它一定會做一個收斂的動作 所以呢在我收斂的過程當中呢 我只要遇到 這個乖離太大了 我在這個點先賣一趟 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我再把它買回來 所以我可以利用這個均線的法則 就這麼一條均線而已 我就可以做到買起漲 賣高檔 而且波段持有分段來去做操作 所以真的很簡單 第二點呢 當我的均線 開始轉為下彎的時候 請你注意喔 這就是你要去賣股票的地方 通常呢一般來說 當我的均線 當我的股價跌破均線 開始帶動均線下彎 這個地方請你一定要賣股票 請你一定要賣股票 因為當我均線轉為下彎 我每一次反彈上來 它都是壓力 反彈上來它都是壓力喔 所以呢為什麼我們 在買股票的時候 一定會先重視均線的方向 一條上揚的均線 它是支撐 一條下彎的均線 它是壓力 我股價回測均線 它是買點 股價回測均線 它是買點 可是呢 如果我是下彎的均線 我股價反彈上均線 它就是賣點 股價反彈上均線 它就是賣點 所以很簡單嘛 我就剛剛跟你講的 這三大要點 你把它背手 均線的上揚 跟下彎代表趨勢的方向 股價跟均線的怪力過大 它一定會做收斂 你放棄買在絕對低點 跟賣在絕對高點的想法 當你把這三個點 你把它記熟了 你就知道說 原來均線的操作 就是這麼的簡單喔 而且它可以幫你把勝率 整個拉高上來 另外呢 選股方面 這個就是技術面的東西 接下來就是換到選股了 那我剛剛跟你講說 選股呢 你必須要有一個東西 叫做 資金的流向 這個資金的流向 會決定未來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但是資金的流向面 目前只有風行操盤 是有一個金流劑量模型 它可以去做計算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說 現在錢在買什麼股票 然後這些資金 往哪個方向來做移動 然後再搭配產業跟個股的未來的時候 我們勝率當然可以提到最高 然後我剛剛跟你講的 我又有這個技術面 均線方面的理論 它可以給我們做協助 所以我知道說 主力的成本區間 大概位在哪個位置點上面 當你把這幾個要件 通通把它放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股票市場 其實它有一種可以贏的法則 而且這個贏的法則呢 可以讓你在2020年裡面 一樣喔 可以取得一個長期 而且穩健的正報酬 我不追求一檔股票的大漲 因為你要一檔股票漲200% 它容易不容易 當然不容易吧 但是呢 一檔股票 它漲20%容易不容易 這個就簡單許多囉 所以你只要掌握到每一檔股票 它漲20%的空間 20%的空間 然後呢 你把這20%累積下來 你會發現到說 原來你的獲利 是靠著這樣子累積 慢慢累積累積上來的 那你不需要去追求 一檔股票賺200% 你只要非常穩健的 每一檔股票 都可以賺到20% 30%的時候 當然你的獲利 你整體的投資報酬率 就會慢慢的累積上來的 這就是我們操盤手 跟一般賞戶 他們思維上的差別喔 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告訴你說 我們有哪一些案例的 實際上的操作 來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先進廣告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大家好新年快樂 歡迎回到我們 古海紅陽的現場 我是洪准 那我剛剛跟大家談過 在均線的操作法則方面 除了你原本的金色理論以外 你務必要把均線的內容 放到你的金色理論裡面 所以它就會顯得更加的完整 那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不傳的密技 叫做 金流的劑量模型 這個我就沒有辦法 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完整的說明了 因為那個內容 真的是太複雜了 但是呢 我相信啊 你從這個均線的角度 跟從金色理論的角度 其實就夠你用了 就絕對夠你用了 那選股方面 你只要再搭配一個 金流選股對不對 那金流選股 你想要知道的話 那你就直接掃一下QRCO 或者是搜尋 小老鼠BYR2551V 我會不定時的把這些 金流選到的股票呢 放到我們的Lite 8裡面 跟大家做分享喔 比如像說 在10月2號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看到一個主流 這個主流呢 就是在5G的三大主流裡面 我當時跟大家講說 這個5G的族群 未來會成為市場上的 當紅炸子機 因為錢已經偷偷的 在做進場布局的動作喔 他已經開始在買了 而且這個買的 並不是在穩帽 而是在什麼 在8086宏傑科 那時候跟大家講 宏傑科的時候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基本上他沒有動 就一個分析師的角度而言 沒有漲停板的股票拿出來講 那個是會被笑的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不是一個分析師 我是一個操盤手 操盤手就是要有能力 買起漲然後賣高檔 那分析師呢 他每天漲停板的股票 那給他去講就好了 可是呢你看那個時候 10月2號當時的宏傑科 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他並沒有大漲啊 他並沒有漲 可是我從量價關係的角度裡面 我已經發現到說 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 而且已經有法人 開始在鎖定他的籌碼了 所以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就葛蘭幣八大法則 我們回顧一下 葛蘭幣八大法則告訴我什麼 一條上揚的均線 他是支撐 他不是壓力對不對 所以呢當我股價 從出生段進入拉回測試整理的時候 這個叫做買點嘛 葛蘭幣八大法則 剛剛跟你講的 我們再來看一遍喔 葛蘭幣八大法則告訴我的嘛 這個叫做出生段的起漲 拉回測試支撐 這叫做第一次的 這叫做第二次的買點嘛 所以呢我的買點在哪裡 我的買點叫做回測支撐的位置 對不對 當我買這個點啊 我告訴你 向下空間有限 向上獲利無窮大 真的 所以呢當時我的買點在這個地方 85.8元市價買進有沒有 85.8元喔 然後呢你就看到他一路的上來 從這個底部的位置點上面 均線居然還是上揚的 所以呢拉回測試支撐 你在這個地方敢買 你向下空間有限 你向上獲利自然無窮對不對 當時最高點來到90.5元 然後呢一直到哪裡 91.5元 然後呢一直到100.5元 一直到100.5元 然後一路的往上漲呢 一路往上漲 當時是直接來到亮燈漲停板 整體的波段獲利已經來到17% 已經來到17% 可是我在10月14號的時候 108塊錢市價獲利了結 108元市價獲利了結 從10月2號85.8元 10月9號亮燈漲停 10月14號再創波段新高 6天的時間賺了25% 賺了25% 100萬你就賺25萬了 那我的操作原則很簡單嘛 這檔股票呢 他有錢在買 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所以呢強勢股 他買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我的均線還是上揚的 拉回測試支撐 只要他的均線不會跌破 當然他就要帶我去飛 所以呢你看到這個位置點上面 他是不是葛蘭幣八大法則 第二個買點對不對 強勢股買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我在買他真的沒有人在講他啦 都沒有人告訴你啦 可是呢你等他漲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講啊 每一個人都在講 但是講又怎樣 我已經獲利了結 我獲利了結之後 後面還有高點沒有錯啊 可是呢就葛蘭幣八大法則而言 當我的BIOS有沒有 BIOS就是他的乖離啊 我跟均線之間的距離過大 他一定會做收斂的動作 他未來一定要做收斂的動作 所以呢我與其在這個地方下去買他 倒不如我等他收斂完了之後 再來考慮 要不要再把他接回來 那我手上留現金的時候 我進可攻退可守 當然操作的靈活度就會提高啊 可是相反的 當你去追在那個高點上面的時候 你的空間就變得非常的有限 他後面還有在創新高 可是呢他創新高的幅度 跟我賣掉的幅度 兩個差異別就很大了對不對 我可以賺一檔股票25%獲利了結嘛 25%25%穩穩的賺 那我10檔我就賺了200多%了啊 所以我不需要追求一檔股票 一定要大漲特漲 然後追漲到天上去 我不用 我找每一檔股票穩穩的 他可以讓我 風險有限 獲利無限大的 那個情況下去做布局即可吧 就這樣操作就好了 就這樣操作就OK了 那包括10月12號我說我賣掉 我賣掉紅捷科 因為我發現到新的主流正在成型嘛 所以呢那個主流在哪邊 那個主流在資產族群有沒有 這個資產族群因為現在的錢啊 我剛剛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有很多的台鄉正在回流 這些錢要回來 他是不是要買土地買廠房對不對 那時候資金已經開始在轉入了 轉入的位置點叫做這個地方 2504的國產 2504的國產一樣喔 就葛蘭幣八大法則這個叫做出生段 出生段拉回測試支撐 其實我一直都把它放在我的選股池裡面 當我拉回測試支撐 我知道他要展開第二段主生段行情的時候 切進去嘛 買進去就對了嘛 量大高點不會是最高點 所以當時我的買點在11.25元 11.25元喔 11.3元成交 11.25元一定讓你買得到 因為當時掛價都有超過1500張 你隨便買都有啦 你隨便買你想要買一張兩張 十張一百張兩百張都沒有問題 都一定會讓你成交 那重點是我認為這個位置點上面 他就是低估嘛 所以從我當時買進去開始有沒有 量大高點過高 開始賺錢喔 兩天的時間賺8%有沒有 三天的時間賺12% 三天的時間賺12% 後來呢持續的量縮整理格局 我說他還會再一次的啟動對不對 所以呢 單股會員當時11.3元買的 到11.35元再做加碼之後 兩趟的賺了多少錢 10月14號11.3元買進去了 已經賺36% 連續三根漲停喔 大漲大漲再大漲 大漲大漲再大漲 可是呢你這個底部位置買的 你現在回想看看這個有多漂亮 即使現在國產回檔啊 都不會到這個位置點上面了嘛 然後第二點呢 當我10月30號再做加碼的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點上面 我們買的位置點有多漂亮 所以 重點是這一些股票在買的時候 他一定都符合一件事情 叫做葛蘭幣八大法則有沒有 葛蘭幣八大法則的其中一個 第一個均線一定是上揚的 第二個強勢股你要買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所以呢 當我的向下空間有限 我向上獲利自然會無窮大 那這是不是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當他大漲的時候 全市場的人都瘋狂在追價的時候 我們是等著獲利了結嘛 所以這樣子的操作 是不是對你來講是最好的 向下空間有限 向上獲利無窮大啊 然後呢當我國產呢 已經開始在賺錢了 當時呢我還看到一個族群 叫做10月18號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錢在買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呢 叫做台積電的半導體設備族群 對不對 因為呢半導體設備族群 因為台積電調高資本支出的利多加持 股價連續大漲走強 資金已經率先開始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這個叫做什麼 金流嘛 金流劑量模型告訴我 有大筆的資金 正在往半導體設備族群在走 10月18號 你去翻報紙 絕對不會有人跟你講 都不會有人說 因為他並沒有大漲 他都沒有大漲 可是呢我已經鎖定好一些族群 一些個股的 比如像說 帆炫的部分有沒有 因為他的量佔比的角度來看 從800來到40 這個以前都沒有人在談的股票 為什麼突然之間有兩根大量長紅帶出來 而且呢他帶出來的不只是量而已 他整個價的部分 整個成交額的部分 是從800來到40 原本800是什麼意思呢 在台灣的台股裡面呢 他的排名成交額的排名呢 大概在800名左右 可是呢 因為資金大量轉入的關係 所以把他整個排名拉升到前40 已經抬升到前40名了 所以代表說這一檔股票裡面 在這段時間有大量的資金 來去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而且他把整個股價呢 翻過來對不對 把他的股價呢 帶上了均線之上嘛 葛蘭幣八大法則 這個叫做什麼 我剛剛講的 出身段 這個叫做出身段 出身段之後一定會有個回側波 強勢股買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我說拉回你要買 量說整體的格局 絕對是最好買的地方 所以59塊錢買進去嘛 58.5元 58.9元 可以讓你去做成交的動作嘛 然後當時呢 包括艾斯摩爾的機台 我都跟你講了喔 我都跟你講了喔 這個叫做加登做的 這個叫做什麼 穩壓器 就是凡宣做的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加登跟凡宣就是整個 艾斯摩爾機台 最重要的一塊族群 那雷射光束呢 他是漢維科 但是漢維科 已經被艾斯摩爾並走啦 所以你沒有辦法買到 漢維科的股票 所以你的focus的焦點 就是在哪裡 就是在加登 就是在凡宣 所以你看到說 5奈米的機台 開始做 EUV的機台 開始生產了 這樣5奈米的製程 一定要用EUV的機台 當然這整個凡宣啊 加登 他整體的供應商的規模 一定會成長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到說 從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凡宣開始漲了 他開始漲了 來到72.7元 來到75.9元 有沒有 來到75.9元 量縮整理的格局 是你最好的買點 59塊錢買的 到現在75.9元 到80.7元 到88.6元 一直到88.6元 我說他怎樣 BIOS嘛 BIOS他在創新高的時候 我說這個地方 你不要再去做追價了 你不要再買了 當你不要買了 你可以做順勢的 做獲利了結的部分啊 所以我剛剛講了 就均線的角度來說啊 一條上揚的均線 他是支撐 他不是壓力對不對 一條下彎的均線 他是壓力 他不是支撐嘛 那第三點呢 第二點叫做 我的乖離過大 他一定會做收斂 所以當我的BIOS 創下新高的時候 BIOS創下新高的時候 他一定會做收斂的動作 他在做收斂之前 你就要先把他獲利了結了 當你獲利了結完了 你手上有錢 你要買什麼 你沒得買啊 所以呢 重點不在於股票嘛 在於說這一檔股票 有沒有人在買 然後呢 這一些個股 有沒有資金 在做進場佈局的動作 他的技術面 呈現的角度是如何 當你的操作模式是正確的 你會看到 你的財富是這樣子喔 這是我們單股會員喔 我只有用一檔股票 去做操作而已喔 每一次進一檔會出一檔 進一檔再出一檔 從去年 前年八月到 前年十二月的時候 這是單股會員剛開始 操作四個月 賺了46% 然後呢 再到去年八月的時候 已經來到68% 到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已經來到95% 每一次都只有一檔喔 全部都賣完之後 才會再進新的喔 到後來呢 已經來到102% 正式破百了啦 因為我們最近 又了結了一檔嘛 叫4927的泰鼎嘛 所以呢 這個叫做操作的公式 跟方法 他可以帶給你的財富 累積的效果嘛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學習更多的內容 你想要再過年之間呢 趕快學一下這些技術分析的內容 準備年後開始再做操作的 你可以上這個網站去搜尋一下 這個叫做好學校的網站 它裡面有我整個課程 十二堂課的內容 你掃一下QR GO 你就可以進入這個課程內容的裡面喔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股票市場的從零到有 他是怎麼樣來做操作的 他的原理是什麼 所以呢在過年的期間呢 除了祝大家新年快樂以外 也希望大家一起來 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一起來成為股市 最神奇的操盤手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明年再會 拜拜 有個別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